大陸選區立委補選 倒數六天 藍綠兩黨衝刺助選 但是活動中出現了 這個有趣的畫面 顏寬恆出席親子活動 穿老虎裝 想要逗孩子開心 但是沒有想到衣服穿反了 老虎的白色肚皮穿到了背面 網友就搞笑的說 老虎尾巴長到哪裡去了 真讓人不敢想像 但是顏寬恆他本人 倒是落落大方 他說當時台下大人 笑得比小孩還要開心 無上大雅 大家開心就好 顏寬恆在選前的超級星期天 穿上老虎裝參加親子活動 他不時做出模仿老虎招手的姿勢 巧口罩時還把手放雙頰旁 裝可愛 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來 我們把手伸長一點就好了 熱鬧的場合被人發現 顏寬恆衣服居然穿反了 老虎肚子白白的一塊 變成在背上 讓外界大作文章 直呼不敢想像老虎尾巴的位置 一開始本來以為說是小孩子會開心 結果 結果一上台之後發現大人很開心 但是我想說就新年嘛對不對 新年然後親子活動 大家就開心就好 同一天林靜怡則有總統蔡英文站台 但蔡英文是怎麼來台中的 院跟部會還有總統都搭專機來幫他助選 花了多少人民的公帕 花了多少錢 我想顏寬恆應該要去思考 為什麼沒有中國國民黨 其他縣市的立委或是縣市首長 或者是高官 願意來到中二選區替他助選 蔡英文搭機助選是花候選人的錢 競選總部的錢還是百姓付錢 蔡英文從中央到地方助選 國有財產署則從中央到地方查違建 到龍井嚴加線刊 國家機器選前倒數六天 持續運轉 記者黃翔富王是韓台中採訪報導